其实之前我也讲过 我在成都周边的乡镇 只是先去体验一下 适应一下 大家好 我是阿雪 我们在成都周边乡镇体验已经结束了 然后现在我回来了 我们打算现在洗个车 还有就是之前买了个快递嘛 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等一下去拿个快递 刚才我们在我的小区那里洗了一个车 然后现在我们开到这个路边 我准备把这个买的雨梅给按上 就是开始拿的快递 这个快递我放到车上的 我们现在把它拿下来 就是这个快递 能把它拆开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用 这个就是我在网上买的雨梅 之前不是有粉丝朋友说 我在外面睡觉 万一下雨的话 雨容易飘进车里 所以 这位朋友 建议我买一个雨梅 我就在网上买了 还在这里 我的车型是现代朗洞 所以我买的是朗洞的 我们看一下 何何事 这条是长的 应该是前面的 我们来比一下 看一下何何事 这个雨梅刚刚何事 不长也不短 不大也不小 不错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轿程 怎么按 突然到时候按上去 安错了就麻烦 现在这里看一下这个轿程 是怎么安装的 不然等一下安错了就麻烦了 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先提前了解一下 看这个视频感觉还是挺简单的 只要把这个尺寸对比好 然后直接贴上去就行了 以后有了这个雨梅 在外面就不怕这个雨飘进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没有安装之前是什么样的 等一下安装过后 我们再看一下安装过后是什么效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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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刚才我们安装的时候 掉下来的膜 这个垃圾我们把它给剪了 不能乱丢垃圾 我们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做好 文明 把这个垃圾给剪了 都剪了 没有了 现在这个雨梅就装好了 跟开始对比大家看 是不是感觉刚好看一点了 上面这个是亮条 蓝色的把这个给撕了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这边的也撕了 这个垃圾我们等一下带走 这样隔一圆点看 我感觉这个车子更好看了 而且还能遮雨 非常不错 之前我们出去体验的时候啊 有两天晚上都在下雨 然后这个窗子开着啊 就容易淋雨进来 然后粉丝朋友就评论说的 让我买一堆雨梅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下好了 这下在外面下雨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窗子打开了 就更通风 也不用怕下雨了 之前看评论啊 好多人说 阿雄你都出去了 这么久了 结果还在成都 还在这么近的地方 怎么还没有走 其实之前我也讲过 我在成都周边的乡镇 只是先去体验一下 适应一下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出过远门 而且对这种自家雨也完全没有经验 我不可能说直接一下就跑得很远 这样对自己来说是非常的不安全的 所以说我们要提前的去适应一下 才能知道在路上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不是说一下就跑得老远了 而且我这次的话是打算先在四川 四川有客家人的地方 先去转一下 我的下一站的话 我打算是去农昌 农昌跟重庆的农昌是挨着的 那里也有很多客家人 我们先去那里看一下 那里看完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一路向东 先走湖南 走了湖南 然后是江西啊 福建啊 然后在广东广西 这样转一个圈回来 而且这次的话 我是计划好几个月 不是说几天 一个八月就回来了 我们要出去很久 所以说 御数则不打 我们要慢慢慢慢的一点去 一步一个脚印 这样走得才能更长远 而且你去当地的话 你肯定要了解当地的一些 风土人情啊 对吧 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都要去了解 所以说没有这么快啊 而且就算我到了那里 我也会待 呃 待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了解的差不多了 不再走 不是说我们必须马上要走到哪里 马上要走到哪里 我们这次是不赶时间的 也没有任务的 所以说我们出去外面 是去真正的去了解 懂的朋友自然懂 不懂的朋友 那你就要多理解一下 哈哈哈哈 而且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驾游 我是做自媒体的嘛 主要还是为了拍视频 对吧 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了解 各个地方的人文啊 特色啊 风土人情啊 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还有我要拍视频 剪视频 到时候还要开直播 我的时间也很有限 每天都很忙碌 看我要赶路开车这些 所以说是非常的累 工作量是非常的大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 所以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阿雄一些鼓励跟支持 我们这期这次出去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勇气啊 我前几年的时候就想出去了 只是一直因为很多事情耽误了 一直也没有下定决心 所以这次下定决心呢 我们是必须要出去了 然后马上五一节了嘛 在家里面再陪家人度过几天愉快的时光 我们就直接趁这个五一节走高速到农舱那边 去农舱那边先了解一下 感受一下我们客家人的风土人情 好了嘛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